从前有两个牧羊的孩子 一个叫张 一个叫谷 这天他们一块出去放羊 来到山坡上 张席地而坐看起书来 一看便着了迷 忘记了照看羊群 谷则在山坡上捡了小石子 在一块石板上玩游戏 他越玩越开心 也忘记了照看羊群 到了回家吃饭的时候 两人发现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不 羊跑到哪去了 你也不知道 羊走丢了 到周围再去找找吧 找不到了 他们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家了 事后大人们问 你们怎么会把羊放丢了呢 我在读书 不知不觉把放羊的事给忘记了 我在那玩游戏 玩着玩着也把放羊的事给忘记了 你们两个一个读书一个贪玩 虽然事情的性质不一样 但是错误是相同的 都不专心于自己应做的事 结果把羊全部丢了 我们知道是自己做错了 这两个孩子的动机 尽管有好有坏 而效果却都一样的不好 这就叫做脏骨亡羊 现在比喻不专心于所从事的本业 致使工作受到损失 感谢观看